大陆禽流感疫情持续发烧 为了防堵H7N9侵入校园 台北市兰州国中举行H7N9防疫模拟演练 让学校老师跟同学都可以清楚地了解 如何防堵疫情 平时进校门除了要量体温 用漂白水消毒客桌椅 还要有正确的戴口罩方式 让老师同学都能够养成良好的习惯 降低学校群聚感染的风险 发现类似禽流感的一个疫情 我们现在马上成立紧急应变中心 来同学体温39度 体温过高 你在这边稍等一下 我们要请护理师过来 为了防堵H7N9进入校园 台北市兰州国中进行实地模拟演练 如果碰到发烧的情况 就立刻进行全面消毒 用吸湿过的漂白水擦拭桌面 任何角落都不放过 为的就是不让病毒有机可撑 因为这没办法根治的话 那可能就一得上了 那我可能就回不来 那将来如果说 真的有盛行的情况的话 孩子在家里就要做体温的自主管理 所以他每一天他联络部 就要写说他早上量的体温 体温的话就是 老师会做一张表 然后我每天都把它写在上面 此外校方宣导正确戴口罩的方式 不但口罩方向要对 戴的方式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之前戴口罩的时候 好像不会去注意说 就是不要去碰那个表面 要捏四脚这样子 然后要贴紧 耳朵跟那个侧面都不能有空气 这个我们平常不太会去注意到 因应大陆HGN9疫情升温 学校与同学认真演练 希望把疫情防堵在校园之外 新唐两台电视曾经交省为同 台湾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